材料清搭,面粉300克,酵母次克,盐3克,白糖10克,温水200克,泡打粉2克,红糖60克,加红糖里的面粉1,0克,芝麻酱4勺,鲜活面,在面中间挖一个小坑,里面放酵母,泡打粉,盐放边缘一侧,用自湿度的温水慢慢加入面中,从中间开始搅拌,一直到面粉成续状,这个时候要更加注意, 以控制水量,再加一些水一直到面用一根可以整个挑起,没有干面为合适,将面团轻柔至光滑的面团,蒙好保鲜膜醒10分钟,杏衣下面,请面丁时候可以做红糖馅,面粉和红糖的比例是6b1,红糖里加些面粉,是为了红糖日热不留的到处都是,此馅也可以做糖单角的馅,所以,做多些也没有啥, 把红糖和面粉拌匀后,如果有大颗粒的糖,就用擀面杖把颗粒压碎,拌成这样就可以了,擀成大面片,螃蟹做好后,就可以把面擀开了,擀成5-8毫米厚的片,圆的,长方的都可以,先放一些油在面片上,薄薄一层就可以,因为麻酱里本身也有油,我用的6BG的麻酱, 4勺即可,6BG麻酱一筹正合适,不用太调了,像图片这样放上麻酱,此处有灰毫扑墨的意思,用勺子把麻酱涂云涂满到边缘,撒一些干本,防止麻酱过膝,进行点点就可以了,之后就是尽情的放红糖馅了,付满,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, 从两面向中间卷起,最后一卷前菜涂吸油后再卷好,把面片卷起后,切成3-4公分宽的面块,像这样,切面略占薄粉和掉下来的糖渣,用一根筷子从中间压一下,对手轻轻拉长些,这是用手做的示范,第一次拍视频没注意,应该控制在15秒里,这是筷子示范视频,拿一头拧一下,要另外一个手指一圈后压紧底部, 即可,做好后醒发10-15分钟,做好花卷可以放发酵香恒温发酵15分钟后,大火蒸20分钟即可,夏天温度高的时候,也可以时温醒它15分钟,看到花卷变轻,轻轻压一下可以反弹起来就可以蒸了,上气后10分钟就好了,出锅了,香喷喷的花卷漂亮吧,小切式和好面后醒10分钟就可以做花卷,做好后再醒发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